因為科系有很多種 那我就找不到一個最適合我 我會想要找到一個是最適合我的科系 就是覺得說我未來就是去訂它 就是以後都會走這條路這樣 我發現我在做我自己喜歡的事 然後去看以前我以為的科系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如果真的去讀的話 其實會蠻挫折的 我就會想說 如果我在高中的時候 不管是高一高二高三 如果有個人提醒我說 因為看到我的特質 或我喜歡的事情 其實是適合資管系的 坦白說這樣一句話 一兩句話 真的會影響我的人生 好我是李雨萱 然後我是高雄鳳山高中的 然後高一升高二 那可以嗎 原本是想說 我好像有一點喜歡生物 但是後來真正去了解 醫藥衛生學群發現 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 轉身拿東西的時候 一次就把身體打開了 學怎麼配眼睛之外 其實針對眼部 他們也會學習一些解剖構造 原因就是因為眼睛 為什麼想要參加科系探索 是因為我想就是 我不想只知道一些某一些 就是可能只在網路上一些小小的 比如說之前知道可能就 醫學系電機系或者是 其他社會組的比較大的科系 但我想知道就是搞不好會有 其他我想要喜歡的 喜歡的領域或者是科系 我想要去了解更多 到底有哪一些科系 因為我現在對未來還沒有確認方向 那我想通過的活動呢 可以讓我更加了解自己的 興趣然後個性 然後讓我找到自己的喜歡的人的 都不錯這樣 我想現在父母應該都很安心 自己小孩子未來的一個成長的一個過程 或是甚至他未來 激發社會的一個職業就業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就偏向父母心嘛 會有時候會是 會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畢竟小孩子 可能他的社會歷練 或是他的成長過程比較單純 所以其實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答案 所以他自己本身 自己內心的那麼肯定說 自己想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也才會來幫他 幫他這樣一個活動 希望可以幫助他 比較容易探索的 自己的貴然之下 像小朋友我覺得比較難溝通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什麼 但是他會說 你給的東西我都不要 然後父母就要一直猜 一直猜 然後可是猜久了也會累啊 然後就會覺得很煩耶 你到底要什麼 你就把你要的告訴我 我就來滿足你就好了 但是小孩又不會表達 對啊 問題就出在於 小孩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但是你給的我都不要 我叫維新 那我現在是就讀政大教育系 然後雙組修中文系的大二升大三 那我現在擔任的是 請問科系探索贏隊的總教 那就是平常就是負責籌備整個贏隊 然後協助整個贏隊的運作 我是高一升高二的暑假 然後我參加了一個科系探索的工作坊 那我想說大學生活其實有四年 然後也是影響一整個人生 然後想說喔這麼快就決定了嗎 有這麼快的嗎 然後就覺得好像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對的選擇 就想去參加看看 那個時候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是很適合大眾傳播的 然後我甚至高中社團還加大傳社 裡面有一個活動 就是要我們從原本平常的興趣裡面 拆解出自己為什麼會喜歡 然後我是從我喜歡拍照的這個興趣裡面 其實了解到說 其實我不是在意拍照的技巧還是怎麼樣 我只是很在意說人跟人的互動 然後我喜歡記錄下面 記錄下那個故事 然後所以就是我喜歡的特質 其實根本就不是拍照 而是背後的一個溫暖的感覺 喜歡與人接觸的感覺 嗯 那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啟夢科系探索的董民 那我是啟夢的參觀人柯里老師喔 好那一開始呢 先要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 來介紹我們組自己 這個是比較大的 好那比方說醫藥衛生學循啊 數理化啊 或是工程學循等等 OK嗎 好 過去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對於選科系或探索科系沒有特別的想法 就是還是以讀書為主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科目就是讀得還不錯 也蠻有興趣的就是化學這一科 然後那時候不敢再小考啊 或是每一次的斷考 就獲得很不錯的分數 然後甚至呢 有一次就是斷考的時候 曾經拿過單科全校第一名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我分數不錯 然後呢又讀起來就是有興趣有成就感 欸應該可能適合化學系吧 所以那時候就是 其實沒有做太多的探索 然後就自然而然的選擇化學系這樣子 但接近到成大化學系的時候發現 欸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樣 然後比方說那時候就在讀化學的這個原文書 然後就欸怎麼閱讀 越想睡覺越想打瞌睡 然後就是想說欸是不是體力不好啊 然後想說睡覺起來再讀 然後閱讀又發現真的沒有興趣 所以就那時候就覺得說欸好像自己就是 沒有那麼喜歡化學系這樣子 好啊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的話就是 就是比方說你發現未來的職業啊等等都可以喔 好那不要就是 你的I啟發跟O跟R無關 好記得就是用這個三個面向去想想看 你要選哪 我自己覺得科系探索對於同學來講 是一個會影響他們未來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就是在台灣 從小到大的教育制度 我們沒有帶著同學去廣泛的認識科系 知道說喔原來他有這麼多的選項 有這麼多的可能性 台灣的教育比較少這樣的事情 那再來的話台灣的教育也沒有讓 孩子去深度的去瞭解這些這些科系的內容 甚至有體驗的機會 所以很多的同學就是欸成績可能很好 然後呢就是感覺是很棒的選生 可是呢他其實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方向 然後他對未來是迷惘的是沒有自信的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科系探索是一個可以讓同學然後在探索過程中然後找到自己的興趣找到自己的目標然後找到自己的未來情境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可以改變同學未來的一件事情 我後來決定 因為我有實際去就是嘗試拍片還有剪片然後就是在這個過程就是覺得很有趣然後也符合自己的期待也是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是覺得好像蠻適合我的 嗯我發現我自己蠻喜歡物理方面就是後來發現是自己是喜歡去分析推理就是理論的部分 就可能不會是實際應用比如說工程啊機械可能就比較不會在那方面可能是比較喜歡去分析跟去探究去研究這方面 嗯嗯 就是呢像我以前嘛就是只有一個模糊的方向就可能就是說自己可能往就是心理學或是哪裡就是就覺得還有很多個選擇 然後自己還沒有確定想要往哪個學區那邊走然後但是經過這兩天的探索那我就發現我應該蠻適合相關啊或者是社會心理學的這一方面 對就根據我的特質然後以及我的興趣這樣 我才知道說我是要用什麼角度去選科系的就是我以前好像是 就是誤以為的表面的我喜歡什麼興趣而覺得啊那我就是適合這個 那其實是要知道自己到底特質在哪裡 喜好是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才可以去選 我覺得科系探索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它可以讓你去更加了解自我 然後也可以知道說自己對哪個方向有興趣 那我也希望我未來是從事我喜歡的工作是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這樣 對我來說我覺得科系探索很重要 因為這樣子可以比較知道自己想要往哪個方向走 然後就是在自己比較喜歡的東西或是有興趣的東西上面 可以繼續往下發展然後很重要對就是這個原因 謝謝大家